笑死 霍剑华演如意传和眼仙剑三十的精神状态差别 真的好像在演我对待不同同事的精神状态 眼仙剑三十 肉眼可见的快乐 每个花絮都在笑 土龄猪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以了 我可以了 不知道怎么讲 土龄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好不容易在一起演戏 我们要好好想一些东西 而拍摄如意传时 它是肉眼可见的崩溃 好像是在冷宫被逼疯了的妃子 想扒你的皮 周迅提点你一些东西 好了 回去看通告 隔天我一个人提点 一个人去拍什么呢 一大堆对白 我一个人讲什么对白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一去演我整个崩溃了 因为我一直哭着说 因为我其实不应该的 因为你是皇帝 像这个皇帝真是有孤家寡人啊 说到那个眼睛 啪声啪声 后来周迅就跟我说 怎么样 过瘾吧 过瘾 一部电剧 让一个微微如玉的偏偏青年 变成了超雄皇帝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其实霍剑华也提过剧情不合理 结果根本没人听 这也就算了 还让她碰上了一个爱改台词的女主 自己辛辛苦苦背了一晚上的台词 结果第二天女主角直接把词全改了 带入霍剑华真的很难不暴躁 发现我有一天读台词 我开始挑多余的字 我觉得这个字可能不要 不仅改台词 她连剧本也一起改 如意我就有改 对 因为她的价值观 我觉得她是不能 不能进入宫斗这个东西的 她是皇后都不行 她不能杀人 间接 街道也都不行 简直不敢想 一个3T以后在看待角色时 竟然用的是如此简单的二元论 非好极坏 还是来看看缓缓对公通戏的理解吧 有大如这样的对手系演员 也难怪霍剑华在拍时被气到生理性胃痛 气到胃痛你知道吗 这个我真的没有碰过这样子 好几次这种这种这种状态 让我觉得毫不可思议 总之霍剑华可以说是 如意传最大的受害者了 这部剧演完后 大家对霍剑华的印象 就只有扎扎龙了 如意传也成为了损坏霍剑华 形象最大的一部剧 剧播出后 他路人员大将 不得不回台湾休息了好几年 像当初咱华哥可是天涯四美啊 当年林心如三顾茅庐 都要请他来演亲世皇妃 痴情男儿天花板流连城 又帅又帅爱脑 纯素颜都能把演艺快秒了 只是没想到一部如意传 让霍剑华前面二十年白干 雪中低数值的名场面 被扎扎龙这个暴躁男直接干碎 现在古偶一线 也再没有割的影子了 想一想都觉得太可惜啊